就在刚刚一套暗线的变态出装火遍全网 一个末世加上无忌 暗影战俘再来一个破军 最后宗师压轴 此时我们暗线的物攻已经达到了912点 大招的伤害达到了2300架 二技能1200架 暴击伤害1500架 一个大招加上二技能可以顺秒脆皮 输出瞬间过万 大招击飞 二技能撕裂增伤流血 宗师强化普通攻击 这套出装牛 截至目前这套出装已经拿到了21.3万的点赞 行不行我们进入实战 明文作者没有说 我们自己配了一套 射手暴击吸血 直接来到4级 我们的底线按着1技能加速 就去往了中路 来到对面中单的面前 上来就给他一个大招 二技能撕裂让他流血 一个普通攻击我们瞬间把他拿下 接着我们加足马力 再次开着我们的1技能 赶回上路来到关羽的面前 一个2技能 把关羽斩于马下 再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看见了对面的红buff 打算把他收下 后面对面的人员又来了 并且是越去越多 我们2技能准备 准备都把他们留下 开启我们的狂暴 我们疯狂的普通攻击 我们一边打一边退 好的我们再次回到线上 就看见了对面的关羽 我2技能给他减速让他跑 他还真的跑掉了 接着我们去对面的野区 溜了一圈 我们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发现关羽的站位 还是那么的靠前 上去又是一个2技能给他减速 他扭头就迈着4条腿跑了 这回我使用1技能加速 上去就是一个普通攻击 又把他拿下 前期这套猪装看起来还行 只是不能一打五 接着我们开启一技能 来拿对面的蓝了 迎面我们就碰见了一只 血量不健康的药 2技能直接送他坐飞机 接下来我们对着中 他又是一个大招 2技能撕裂增伤 这回发给了他一盒盒半 从中期看来 这套猪装下的暗戏 大招超汗已经起来了 一套连招连墨子都没了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各位观众老爷点赞 最好是强烈点赞 接下来我们的暗戏 又开启了飞猫腿 飞速的赶往上路 又看见了一只 正在奔跑的关羽 想凭我一个2技能 给他减速 大招给他击飞 2技能再给他划了 增伤148金币 紧接着对面的打野 终于来支援了 先给我放了一个惩戒 我2技能砍他 大招把他击飞 一个普通攻击 我们瞬间把他秒杀 无人能打 此时我的装备 刚刚出到暗影战斧 后面的破军还被出 我越了对面的塔 关羽一刀竟然没有劈中我 那我就回头划了他 我们在跑进塔内 可是关羽已经开始奔跑 我也睁开我的飞猫腿 追上了他 他砍了我一刀 回头就想留我一个2技能 横扫进军 让他坐飞机回家 接着我们的理性 就开启了疯狂的模式 来到中路 看见了对面的人员 一个2技能 直接划了上去 直接双伤 二连击破 这速度 这伤害 我们继续赶往下路 此时莫子正在轰炮 二技能开启 大招开启 把他吓得开启 一技能爆头数算 此时我的感觉已经来了 越打我越兴奋 下路对面的人员出草了 狂暗一技能 我们来到下路 二技能滑了减速 开启大招 续血魔神降势 瞬间我们又拿到了两个人头 回头敌人杰直接把我定住 我缓过来之后 一刀把他解决 后面还有一只小鸣 打招我们都不用放 此时我们已经四连超凡 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比赛 我们就可以收网了 我们来到高地防御塔的面前 跟着我们的兵线 把高地防御塔给他解决 接着对面的人员 很快就要复活了 我们稍微的往后撤一尸 等着下一波兵线 对面的药冲了过来 上去我就给他一个二技能 关羽一刀把我劈的后退 药又来到了我们面前 我一个大招把他送回家 关羽又在推我 我给他拿一个普通攻击 我们二连击破了 接着对面的小鸣 被我放的 链尾拿下 我也冲进对面的塔内 两刀拿下明神眼 此时我们的血量不健康 我们按着一技能继续加血 我们已经三连决胜 对面的中端 此时已经不敢出来了 到了这 这局比赛 可以说已经是大局一定了 兄弟们 总结一下 这套竹创爆发能力 真的是超强 面对任何射手都不怕 唯一怕的就是控制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豆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